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点点 点吧 我来 三 二 一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还以为你生气不来了呢 我生气了以后来的 没错 天塌了也得来 我们都约定好了 幸好没关门 快 走 走 我今天突然改变口味了 走 西餐变面条喽 又欠了你一顿大餐 没有了 反正是我们自家开的餐天 随不住要吃不住吃 也是 你把眼睛闭上 干吗 快闭上 来 尝尝快乐 相亲啊 这是送给你的 也是送给我的 什么意思啊 我想学学摄影 以后我帮你找客户 我来帮你拍照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再吃虎受累了 哪有那么紧的啊 听起来是有点不靠谱 可是咱俩合作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啊 万一成功呢 但是你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学习 你要是不想让我去拍广告 我走不去了 我就是不想让你太累 帮你分担一点 你是不相信 我能把摄影选好 没有啊 只是现在还不能吃饭 我只是不想你 因为我的到来 变得更加辛苦 甚至是做一些 你不想做的事 还在上网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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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没觉得那些照片有什么 我只是 心疼你 拍点照片吧 我来 一 三 二 一 这个陆小璐 我平时工作怎么样 还挺认真的 就是一些调皮 调皮 站住 是 曹经理 有什么吩咐 他就是陆小璐 陆小璐是吧 是我 有客人丢了东西 问你点情况 丢什么东西了 前台的人说 看见你昨天午饭的时候 在花园用一台德国相机 给外国客人拍照 是我拍的呀 怎么了 曹经理 我真没影响工作 我们旁边去说吧 好 说吧 偷的相机放哪儿了 我都说了相机不是我偷的 是老张卖给我的 老张是谁 张腾 我同事 他说那个相机 是他打麻将赢过来的 就便宜卖给我了 那你俩之间 有什么交易的平均吗 比如纸条也可以 我以为我俩是朋友啊 就没要什么凭证 你以为这里 还是我们那个小地方啊 这里是三小的吧 谁跟你做朋友啊 没事 等他回来你们问他就清楚了 曹经理 我去找过了 老张上周末就辞职了 没人知道他去哪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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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5频道 我去哪儿 你做鬼